iTunes Wi-Fi Sync 無線同步功能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示範的是 iTunes Wi-Fi Sync 無線同步功能 首先您必須將iPad升級到iOS 5 Beta 4 而iTunes部分必須升級到 10.5 Beta 4 那麼在您第一次接上iPad之後呢 會出現Sync over Wi-Fi Connection 將它勾選 再到右下角 點選Apply 好 此時我們可以直接 將線拔除 請注意 我在iPad這邊點立即同步 此時電腦螢幕端 就會開始進行同步的功能 那我們在iPad上面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Wi-Fi旁邊有個圖示 那就是正在同步中 那麼 我如果把iTunes關掉呢 如果把iTunes關掉之後 這邊 這邊 欸有耶 欸有有有 好呢 還是有 還是有 這邊還是可以 查看 但是當您退出之後 當您退出之後呢 就不行了 要退出 或是 就不能了 在這邊好新 以上就是iTunes Wi-Fi同步功能